你紅館的演唱會一早說了會開 現在是甚麼時候開 主題是甚麼呢 現在會是4月13、14日 好像這個月一樣 4月13、14日開 主題的名字叫做Caholive2024 為甚麼會叫做家豪 因為一直有很多人說洪家豪這個人 可能他的樣子很普通 唱歌很普通 名字也很普通 這些名字周圍十多個系 真的有很多人叫做家豪 但是很想跟大家說 千萬不要覺得平凡的 你的出生和出生是很平凡的話 都不會限制你將來的 或者自己想做的事 很想用我自己本身來告訴大家 我的名字叫做家豪 但是我都做到我想做的事 其實鼓勵 鼓勵性質較多 鼓勵大家不要覺得自己是 茫茫人海之中的 只是一個很普通的離落 這次你在舞台上 會不會有甚麼突破呢 陳磊 上次訪問他 他說不會跳舞 說得明白 你會怎樣呢 他覺得不跳舞就是一個突破 我不是這樣說 他說 大家很想他跳舞 但他就不想跳 他就不跳 但是你又怎樣呢 其實他不跳是對的 坦白說 始終我和他的路線都不同 我自己就不能不跳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的演唱會不跳太離譜 再加上本身 其實自己都想了很久 有甚麼表演可以做 因為坦白說 我上次個人的演唱會 都是一年半前 就變了 我上次把東西都扔上台 又玩波波 又落雪 又彈結他 又玩 synthetizer 然後轉頭 甚麼都要吻歌唱 我就變了想了很久 到底我這次有甚麼要做 結論是沒有的 結論是沒有甚麼大的突破 但我會有小的突破 我希望自己做到 因為未知自己能不能做 都是勇氣的表現 亦都是做得 我相信大家會 如果做得好 大家應該會喜歡 因為始終公司都有說 導演也有說 其實不是每個演唱會都要跳過圈 但希望畫面 歌聲 聲音 畫面等等 其實都可以令到大家覺得精彩 因為上一次訪問你的時候 你也有說過一些信心的問題 嗯 現在對於自信的這件事 其實你自己有沒有不同了呢 都 我覺得是好一些 但又未去到很好 始終個人性格不是那種 但幸好身邊的人都 其實全公司的身邊 所有人都對我的信心 是大於我自己 對我自己的信心很多 例如一知道要開演唱會 又擔心到底賣票 賣不賣到 然後又怕自己能否 handle 有很多這些 但當然這些都可以 時間都可以衝散這些不良的個人情感 但你問我 譬如我和陳雷斯在聊天 他都會緊張 他都會擔心 他都會擔心自己做得不好 其實我相信每個歌手要面臨挑戰的時候 都會有這個 都是這樣的 大家都會 沒有人 其實都會好一些 我現在的時間還有 可以做多些事情 令到這個信心大一點 你說好了 為什麼會好了呢 有沒有什麼人幫過你 或者提點過你 或者聽過你 談判然後開解你 我覺得最主要 第一就是我真的有 我自己個人 我又不停的鍛鍊 可能唱歌等等 我都會希望每一次 都唱得比上次更好 而自己都看到 有不停的 經常性都會有 不同階段都會有一些 輕微的進步進步 這些事情都令到我自己的信心 因為你自己有時上到台 你自己想 經常怕自己下個音唱不了 或者會不會不好聽 其實都會影響 但是當你有了 唱歌越來越好的時候 你就會開始不用想 你就會 你反而可以多些時間 去想一下 比如歌詞的演繹等等 我覺得這個是其一 第二當然 也都很現實很坦白地說 都知道大家多了人認識自己 都會有很多人支持自己 都會令到我信心大一點 有時上台 上台的時候 歡呼聲大一點 你都會那一天 可能會治愈一些 因為你都可以觀察到 因為我上一次 我們在標行的活動 我看到你上台 你做表演嘉賓 你知道嗎? 是全場的人 立即馬上不斷叫你的名字 我自己作為有份看著你 出道到現在 我覺得那個受歡迎程度 是很厲害的 其實你自己敢不敢受得到 因為我不懂怎樣去判斷這件事 在街上有人說 熊家豪 那又代不代表她是喜歡你呢 有沒有那麼壞聲 當然有些女生經過 熊家豪 但有些人會說 熊家豪 或者有些人可能遠距離 你感覺到那個人大概知道你是誰 我只能夠說 都真的多了人認識 但又說多了人喜歡 又未知道 我覺得都是要用行動去證明給他們看 其實我是有好度的 譬如新歌 都真的多了人 多了說不只是粉絲的人會讚我 好像真的好了 即是聰明了 我都很開心 至於你說有時出席活動 其實我都很開心 大家會有信心 所以就邀請我 我都真的 因為其實我到現在 我到現在都會去一些學校 或者去一些不同的活動 譬如要唱歌 我都會去問 事前都會問經理人 那些學生認不認識我 他們不認識你 別人請你來 你不認識你 那為甚麼請你來 是的 有時都真的 因為我是那種想到最差的打算的人 是的 剛才你說近來的歌曲都多了人喜歡 我自己的感覺不是喜歡那麼簡單 是整個感覺不同了 譬如我很喜歡的《只要你不尷尬》 還有新歌叫做《黑玻璃》 《黑玻璃》 《黑玻璃》 那感覺是 不是以前熊家豪那種感覺和氣息 你自己是否 你自己是怎樣看這件事的 我覺得是的 第一件事就是 經歷了這幾年 這幾年有很多很熱的情歌 《逆時寫暫著的光環》 導致我終於可以有這個機會 還有這個 就是有這個 去做多一點 那一類型的歌以外的東西 例如《今次黑玻璃》 或者早前《只要你不尷尬》 其實都有一點 不是那種傳統的情歌 而我發現 其實我出多少首新的歌 其實大部份我去的活動 或者要演唱的時候 主辦、客人 大部份都是主角光環、及時行樂 都是那些 所以導致我 不要緊 反正我做多一首K歌 其實都未必會超越到那些 那我就去做其他事情 至於你說 那個氣息 有時不是你唱得好不好 或者首歌做得好不好 其實我好像找到一點 我自己 反而是 例如你 現在 可能這個髮型 這個風格 其實好像是 熊家豪最好的時間 這幾年裡面 他好像最好是這個 look 這些位置可以令到我 更加投入到 這個人 我熊家豪這個人 唱的歌 用了這樣的態度 是一個這樣的 有時笑的表情 可能跟以前都不同 可能大家會覺得 是有些不同的 的確是 將來的歌 也會和以往更加有些不同 希望大家密切期待 只要你不尷尬這首歌 是因為你作的 但不是我以往聽開熊家豪的歌 其實都很坦白說 很坦白的 這句話 我一直都背負著一個 就是熊家豪的歌 都是這樣的 就是熊家豪的歌 就是這樣 很悶 又是一式一樣的 其實我自己都很想突破這件事 但那個突破 就變了 其實有時 不能轉牛角 我一定要自己寫一首很不同的歌 其實原來有時寫不到 就真的寫不到 不妨我自己不妨唱別人的歌 只要你不尷尬 已經用了一個 可能我會覺得 我和以往不同的方法去錄 去創作這首歌 但觀眾不會 坦白說 公眾不會知道 也不會去 在乎你 用了什麼方法 有什麼和以前不同的 他只會成果出來 他最後都會發現 都是差不多 那我又會 自己 但有很多人都會說 我是不是要為觀眾 大家的留言 而去生活 或者是否為大家的留言 而去改變自己 其實我某程度上 都不覺得很改變 甚至黑玻璃 可能跟我以前的歌 其實歌路有點不同 但其實不是很改變 我以前都是有sweet的一面 即是歌 不過sweet的一面 都有輕快的一面 只不過今次可能 就成熟一點 大了一點 或者唱歌好了一點 那就變了 大家可能會覺得 它有些不同 但其實只不過是 可能是進化版的半天空蕩 其實黑玻璃可能是 所以其實這兩首歌 我又沒有刻意去做一些 要和大家不同 但是很自然地 我聽到這個展示 我覺得很喜歡我就選了 然後歌詞又寫出來 很適合我 那就有了 每一步都好像很自然地發生 但接下來 某些歌 其實更加不是熊家豪 即是和《啪玻璃》 《只要你不尷尬》 更加再有少少更不同 所以都很期待 很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我 另外的一面 而我覺得有時候 聽別人的意見 都不是一件錯事 可能很多人都說 歌手應該有自己的特色 但是我都是一個會 我都是一個會在乎別人的意見 也都會嘗試去聽取別人的意見的人 所以這次都做多了不同類型的歌 希望大家可以給個機會 嘗試去感受一下 你剛才就說 《黑玻璃》是一個進階版的半天空檔 但我覺得是的 有少少都是熊家豪式的情歌 但我覺得你唱的時候又不同了 我是覺得有點不同的 你覺得是否有點不同了 是的 因為坦白說 其實這首歌對我來說 都頗難處理的 一開始 一開始我都 一開始我是唱不到的 我覺得自己是好像她需要的唱功 是比我本身擁有的技術大 但是我太喜歡這首歌 也太喜歡我的歌詞 我唯一是苦練練到 可以進入錄音室唱到為止 結果又被我在苦練的途中 真的打破了一些自己以往的框架 就是唱歌上 我都很開心 大家都聽到有所進步 是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最大的分別 至於第二就是 其實以前《半天空檔》那種sweet 都還是一種藍牌子的sweet 就算是唱腔也是 但是這次就man一點 man一點 有型一點 就會好像大過一點 那為什麼叫做黑玻璃呢 因為黑玻璃其實就是 因為其實我今年年中第一次人生 去了第一次日本 2023年 2023年年中去了人生第一次日本 那大家通常去到日本 即是說東京 那你就會 都幾搞笑的 大家都會經過不同的地標的時候 大家都會講起 就會哼那些歌 例如譬如說 表參道一定是迷失表參道 很有趣的 這件事是在香港 香港的人 即是廣東歌 聯繫了去不同的日本地方 去到一個地方 他就說 這種其實 他就說 其實現在我們走的 這些就是地下街 但就沒有一條街 真是叫做地下街 就是地下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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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真的很喜歡這首歌 我覺得這首歌有一種很厲害的浪漫 其實我們要私奔 我們要私奔 我覺得很浪漫 我就跟陳永堅說 我想有這種地下街2.0的感覺 我想帥氣一點 我想不想太 然後他再 因為阿謙和我都很朋友 他都很了解我 也都 察覺到我自己本人 我自己都很喜歡車 也都察覺到我那輛車的特色 就引申了這個愛情故事出來 那為什麼叫黑玻璃 因為黑玻璃是 因為其實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見過 有些車可能是黑 就是玻璃比較黑 就是看不到裡面 那他就 將這件事寫了給我 那就是這樣 寫了 因為我們再講 再講 我們用了地下街這件事 來去講 一個私奔的愛情 但是 好像沒有什麼 topic 可以借 就是那些什麼 借魚 是不是叫借魚 我忘了 就是借來發揮 是的 那他就講車的話 講車的愛情 其實很多人都會在車上 跟另一半遊車河 去不同的地方 那這件事怎麼可以引申到一個 地下街的主題呢 就是他就寫了黑玻璃 OK 剛才你說你苦練了有很多突破 你可不可以具體說是 怎樣苦練範圍 你覺得是有什麼突破 其實苦練 因為其實 可能以前唱歌 一直都會逃避 不是逃避的 他說避開一些 其實有時候唱歌就是 你可能用錯了方法 或者你是可以強行唱到的 但其實它未必是對的 那這次就 就終於調整適合一些 可能以前錯 但不敢去面對的 例如譬如說 怎樣可以 怎樣可以唱這些高音的時候 都可以保持著很開放 而沒有借到一些 可能錯的力 那這次就在這裡學到 其實都是找老師 就是教我的唱歌老師 就只是做這首歌的 就是怎樣可以 對證下藥去做好這首歌 都練了很久 可能為了這首歌 都上了很多課 唱過課才敢去練 樂園室那些 你說開放的那個是什麼意思 其實是 是 是 是那個 那叫什麼呢 其實它的空間 裡面的空間 我現在可能不舒服 很難示範給你 譬如以前說 人朝中的戀愛幾百鐘 出眾 可能會比較 你會感覺到裡面 可能會比較細 細一點 裡面很難告訴你 但如果 人朝中的戀愛幾百鐘 就是會開 就是有一種這樣的 是的 很難 我不知道怎樣解釋 可能大家剛才聽到 聽到的分別 以前譬如說 聽歌看海 會這樣唱 但現在可能 聽歌看海 就是可以開 這樣 即是夠力一點 或者是鬆一點 鬆容一點 比以前 以前可能 用力的時候會緊一點 但現在我就會鬆容一點 學會慢慢再練 再調整 只要你不尷尬 我是很喜歡這首歌 你是那種自在 我完全感覺到的 你可不可以解釋一下 為何有這首歌出現 有這首歌出現 其實是 當年 當日 寫了這首歌 其實是一個很隨性的時間寫 不是說我寫一首歌 純粹是 我在電腦上 建了四個巴 然後 一路慢慢寫下去 一路發展下去 寫少少 然後又加一些補一些 轉一些 的東西 為何你會覺得我 很自在 很尊容 因為我覺得某程度上 是因為 我覺得某程度上 是因為 我覺得是Wyman的歌詞 因為我第一次唱 Wyman的歌詞 我就會發現 對 真的很長一些 即 Wyman的功力 原來他真的可以令你 好好發揮到 你自己的聲音 或者你不用怎麼想 其實這份歌詞 講的題目 其實是 我一直做 我覺得我洪家豪這個人 一直處於樂壇 給大家的一個 叫做 定位 或者一個 一個定位 也可能是 或者是一個 借鑑 就是洪家豪這個人 就是 你不知道做不做到 但是我 有勇氣去嘗試去做 然後用心去做 做不到 做不到的時候 我們再認輸 但這就是洪家豪一直以來 很想跟大家說 其實大家不要覺得 就是這個演唱會的主題 不要覺得自己不行 我們 大家都要盡力 其實不只是事業 你讀書可以是 你感情可以盡力 我盡了力 我對我 對我家 都可以盡力 很多方面 踢一場球 我盡力 輸了我 我不能硬 不是 我們贏了 輸了1比0 就輸了1比0 但是 我們都可以踢一場很漂亮的 就是 可能是因為這樣 所以這首歌 很自己 就是有一種 輸就輸 落就落 這樣的感覺 還有有一種 你會覺得 其實是 沒有人 全部都贏 沒有人 全部都成功 沒有人沒有缺點 但是 我之前的訪問 我也有說 我叫家豪 我是一個歌手 有一個家豪做醫生 那 誰更厲害 你沒有那麼比 所以 其實你是要 比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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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明白你的意思 因為你那句歌詞 除非吸嘲笑 會就地溶解 我聽了很多次 我很喜歡 所以我很明白你的心態 除了那個心態 我想 Wyman 寫了一份歌詞 好像只有我唱 是比較不尷尬 我本身的造型 不是造型 人的性格 是搞笑一些 有很多事情 就是 我拿個頭像 那個波波 那個氣球 那個樣子 是可以做到的 所以 用我來講 這個題目 也是一個很好的機遇 去年 真的做到歌影視 都三妻 其中 一個比較明顯的合作 就是跟都姐 又跟她去拍旅遊節目 又有些客戶 找你們合作 我很想問 其實你跟都姐合作 我覺得你又再自在了 其實 你覺得都姐 有沒有曾經 教過你什麼 向你分享過什麼 你覺得是很受用的 我沒有刻意去問 但我會自己去感受 其實如果你說 都姐這個前輩 其實就是 我自己的感覺 其實我用感覺來感覺 大家好像說到 都姐一定很可怕 很可怕 很可怕 不可以遲到 其實 你要想 從來不可以遲到 都是正常的 其實她沒有 做 我們沒有要求多了 你不遲到沒有要求多 是正常的 而她那種 我覺得她那種 其實她是 你要感覺到 我感覺到的 其實她都很想玩 但是 她很想有一個人跟她玩 她也玩得很開心 剛好做就做 我是她的下巴 然後我也挺懂得做下巴 其實有時候 你看到陳雷那些 我都是 你厲害 我都會很開心做到這些位 我覺得有時候 做人不用每次都 一定要我比你厲害 或者怎樣 有時候 你懂得在另一個崗位 然後 其實你做另一個崗位 都可以搶氣 我就是 一個這樣的心態 對著都姐 而且都姐 不知道 我覺得我跟她的氣味 都挺對的 我都挺敢問她的不同 我會問她 你在這裡有沒有 這個圈 做了 除了 這麼久 有沒有什麼 後悔的事 她都不介意跟我分享一下 我想 除了前輩 和後輩之外 我都 我都跟她 成為了一個朋友 因為我感覺到 我感覺到 都姐對你是不同 你兩個合起來 有些人不敢 批評她 但你又夠膽 譬如那次 鑽石Brand 那個影片 第一次登台已經幾百萬 那又沒有 我覺得她又好像 感覺到 你拋球出來 她又想摺 她又摺 她又摺 她很好玩 其實這些默契 都是建基於 我們拍歌節目的時候 因為拍旅遊節目的時候 其實我都很緊張 第一次這樣拍 你有份稿 你就背 但你發現 原來事情不是這樣的 你會發現 你要自己感受到 感受到 那個氛圍 就是 都姐 不如一會兒 這段是我說的 但這段我講的時候 我會這樣 我會彈個球給你 然後你就可以折迫我 其實大家都是找位置玩 大家都是找機會 好像打Bandball 那樣打來打去 她又不會 她又不會一下子 就被打死我 所以大家就有這個默契 而之後 客戶的工作 其實大部份 都是用這個方法 大家一起去 有時看到她好像背得很辛苦 不如我又幫忙 在這個位置 都姐 我又知道一點點 我又教你 大家互相幫助 而且她真的很疼我 在很多地方 所以 我都 所以你看到我IG都說 2023其中一件大事 就是認識了 香港的重量級人物 就是月寧小姐 是的 很開心 你覺得跟她合作之後 你自己有沒有都不同了 坦白說 我不是遲到很嚴重的人 但是我對著她之後 我好像可以再好一點 可以準時一點點 這個是其實對的 冬天始終都很難起床 其實她那種專業 是我們很難去 我們這一輩的人 經常覺得自己很努力 其實我們真的不是 反過來 除了都姐之外 有一個叫謙公的前輩 我真的親身經歷 我們在討論 我和我的粉絲 在討論 簽唱會要簽多久 有人說 四個小時 他說不行 要六個小時 然後我說六個小時 六個小時 我真的手都斷了 腰都斷了 然後有個粉絲 有個admin追了謙公多年 他說 上次謙公簽唱會 簽了十二個小時 一句聲都沒有出過 沒有吃過飯 你憑什麼 洪家豪你 我在想 人家都這樣 是不是 他 這樣的背份 他和你擺街站 拍超神經蟹劫案 我都叫辛苦 我還假裝死 我都叫辛苦 他一個怨言都沒有 通山走 有蛇蟲鼠藝 有大汗 夏天 他都沒有怨言 我在想 其實我們經常覺得自己 好像很盡力 很努力 其實人家前輩級 都比你做得更多 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沒有藉口 所以 其實他和 軒公和杜姐 都是 在我近年 我覺得 我應該要學的一個對象 因為 是的 我們都真的難 我也難 我看到你色七那晚 看到軒公上台 拿《我最喜愛的藍》歌手的時候 我看到你是 突然再舉高了 這個手帕手掌 其實當時你是有什麼感覺 其實我當時是 其實當日是 我覺得 Jang那段很感動 一來我覺得 Jang那段很感動 二來我覺得 其實誰拿 都值得給掌聲 但是 這幾年大家看到 軒公為我們樂壇 為自己 都做了很多 或者是我們晚輩很多的榜樣 的時候 你會覺得 你的掌聲是要更強 因為 他真的是 我不知道 我覺得 我覺得很感動 那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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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比現在 新 其實我也是 不過 新入行的歌手 其實有很多 都很有才華 即使我們公司 都已經有很多 其實我也有在想 是不是可以多些 跟他們合作 我又自己可以有多些 的火花 有些新的嘗試 同時間也都可以 用我現在可以 叫做少少的 勉力 可以令到他們 更加多人認識 即譬如 Nancy 其實去年 我都會很想 我的聽眾都喜歡Nancy 這樣 但是 有些事情 你沒有選擇做 要很自然的發生 所以 譬如 是的 我覺得 我 都沒有資格的 但是 盡力 我覺得 大家一起 努力 有時候 不是 我 其實我都有很多 事情跟他們 一起去交流 其實我跟他們差不多 半分 我覺得 只不過我年紀大一點 對